大家好,我是雲丹 最近,Ru-chan想要吃台湾的朝鮮饭 台湾的朝鮮饭是有没有吃过的 本格的台湾的朝鮮饭是没有吃过的 我也想要吃 所以,今天的视频是 本格的台湾朝鮮饭吃了 我叫安 今天我要跟文档去我一直超想去的店 叫做东京豆浆生活 这家店就是台湾的豆浆店 所以我一直超期期待想要带文档去 这家店在武板田车站 走路差不多6分钟就可以到了 Ru-chan一直想吃的台湾式朝鮮饭 很美味 这家店的门口是长这样 每个礼拜天会休息 联业时间虽然是8点到下午2点 可是卖完的话就会提早关门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9点40 已经这么多人在排队了 他这里是拿号码牌的 那我们现在9点40分来 差不多要等2个小时 大家参考一下 2时间? 怎么办? 不啦不啦 我们就在这附近晃一下 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打发时间 号码牌上面有写说 可以自己登录上面的QR Code 去看一下现在的排队状况 很先进不错 这是这个豆浆店的店员 你是台湾吗? 我是台湾店 好乖 在豆浆店走过来这里就有公园 瓶 可以吗? 诶 超棒的 瓶当好强喔 滚 喔 出来了 放弃 好累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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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们家养了仙人掌之后 文章就对这种植物很有兴趣 有了 有了 我们家有一只一模一样的仙人掌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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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到我们的号码了 是11点15分 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又40分钟 还有做豆浆的地方耶 好棒喔 好台湾喔 超厉害喔 你想吃什么 你可可以来 进店之后要像这样在店里面排队 然后等一下店员会给指示说要做哪里 这里有红豆酥饼 葱肉酥饼 萝卜丝酥饼 韭菜酥饼 花生饼跟芝麻饼 酥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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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本来还有烧饼的 可是他们说烧饼今天卖完了 喝的饮料的话有很多 豆浆跟咸豆浆 跟黑糖豆浆 跟芝麻豆浆 这里最有名的话 大家要点咸豆浆 可是我跟文章比较不敢喝 所以我们两个都打算点黑糖豆浆 是中文 好台哦真的 文章感觉很期待 期待 在中银台点完餐之后 客人要自己来找位置 东西准备好会叫号码 去拿就好了 我最喜欢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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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章其实最想吃的是烧饼 我们点多点到店员为我们说 你们全部都在这里吃的吗 哇 文章好适合哦这样 好看 这个汤子也超台的啦 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有没有够台 哦 好喝吗 好喝 好吃 好喝 好吃 有甜可是很好喝 真的是台湾的豆浆 不像是日本卖的豆乳 日本卖的豆浆 其实跟台湾的豆浆都不一样 可是这一家真的就是 豆浆 好喝 文章是萝卜丝饼 我最爱的 我看味道有没有跟台湾一样 它的萝卜是比较粗的 我本来以为是更细的 可是也是很好吃 这个是萝卜丝饼 好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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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面还有小虾米 好吃吗 好吃 上次韭菜酥饼 好吃 韭菜酥饼里面有蛋 还有韭菜 冬粉 好吃 我觉得比萝卜酥饼还好吃 好吃好吃 葱肉酥饼 嗯 你最喜欢的吗 我应该吃每个都比三个更好吃 我应该吃每个都比三个更好吃 葱肉酥饼里面就是肉 你最喜欢哪个的? 肉 肉 哦 我最期待的萝卜酥饼目前是我的最后一名 好吃 而且这个饼啊 真的是非常的台湾 因为日本是很少卖这种酥饼类型的东西 有种回到台湾的感感 现在瑞姨吃了饼 但是 哦 全部饼啊 什么味道?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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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提供一下吗 我本来以为我吃的时候会很干 因为也不会很干 很好吃 很好吃 不喜欢的味道 很香 可能会吃到有点猛热感 好像是有点好感觉 我好像很喜欢吃 那边吃了 有 有点猛热 有点猛热的吗 有点猛热的吗 我记得了 我好像似乎 我们在吃花生酥饼 怎么样 不好看 闻到嘴巴 吃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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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我比较喜欢吃芝麻 可是要看 寶波 它里面的馅都很多很满 我会说好像只有薄薄一层 所以CP值很高 CP值很高 而且这边电影的音乐棒是台湾的歌 吃完之后呢 要自己把盘子放到回收栏那边 就可以离开了 拜拜 那讲一下最后我们的感想 我们今天这样吃下来是 日币2790块 差不多台币要1000块 当然跟台湾在地还是有差啊 但是比起买机票回台湾吃 我觉得在这里吃也不错 对 台湾要留心 很好吃齁 很好吃 哪里最最喜欢的 肉 葱肉酥饼 那你觉得这普通是什么 那是什么 大家下次也可以来 地址我都会放在下面资讯栏 我还在讲 我还在讲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